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只打算来个几天 那我为什么要请您呢 你想知道在面试找工作时 有哪一些话千万不能说的吗 我告诉你 我举个例子给您听 请问你为什么来参加我们公司的面试 因为我爸爸告诉我 我即将要到澳洲留学了 这段期间里面我待在家里 反正也没事 不然我就到贵公司来见习一下 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我就准备出国了 这段期间就让我在公司待一段时间 到时候你心嘴可千万别忘了我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自我介绍 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刷了下来 你只打算来我们公司半个月而已 那这样子我请你来干什么 主管你好 我毕业于某某科技大学就读资管系 在学期间获取了三张资讯相关的证照 在学期间我曾经到多家的公司去见习 增加我对职场上的历练 我分为短期长期跟中期的目标 短期的目标我希望可以再获取两张资讯相关的证书 机会到公司来参加面试 这是我过去所做过的案子 我曾经得过奖项都可以拿来作为佐证我的资料 希望在未来的目标可以当上贵公司的工程师 在职业上为我自己增加一个好的经历 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成短期中期跟长期的目标 尤其是具体的介绍 例如在今年年底之前 我打算考取资讯相关的证照一张 例如在三个月后 我要去考取丙级的厨师资格 例如在过去期间 我曾经做过价值两百万的案子 例如在过去的期间 我曾经有担任三年以上的工程师经验 如果你开始有了社会经历 不要只是着重在你的个人特质 你应该加强在过去解决的方案 例如过去在公司期间 发生了一个突然重大的事情 你如何解决 我是一个专案人员 过去曾经有案子衔接不上的时候 是由我主动去两家公司协调 跟政府工部门提出了解决方案 才解决了公司前一个问题 如果你掌握了以上几个观念 相信你在下一次找工作的时候 必定能够找到你理想的工作